就是比赛结束以后 然后切合 然后就是来过来跟握手 我也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 然后就做出了这个举动 因为在我的意识中 包括在我接触游泳的时候 然后包括我小时候 观看电视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真金多英的一名 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选手 所以说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尊敬他 因为不管是他的年纪 还是他的这个履历 还有包括他在赛场上 这些拼搏的就是说精神 也是一直是在感染着我 我还记得是在2015年 喀山式赛的时候 他那时候获得200米碟用的金牌 然后大家真的都是 为他发自内心的 发出了就是说掌声 所以说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 都是在这个游泳池里 去讲述一个关于奥运会 这个更靠更快更强 还有更团结的一个这样的精神 我还记得了这个游泳池里 我还记得了这个游泳池里 我还记得了这个游泳池里